山長,我安小雞,陳靈川,及祖賢在這邊向柬埔寨的山長跟你說聲聲抱歉 非常對不起 我太抱歉,請給你一支 那所有的視頻都是你全都有變造的 其實柬埔寨西港是一個自然非常好,非常美麗的國家 然後這邊不存在任何的網路上新聞媒體所說的有詐騙、綁架、販毒的行為 網紅晚安小雞自稱獨闖柬埔寨西港省凱伯園區遭毆打,靈虐,最後被證實自導自演 與另一名網紅阿鬧同遭檢國警方逮捕 檢國警方今15日在台灣時間下午30.30分 由西哈努克省省長郭宗朗與警局召開記者會 晚安小雞和阿鬧被上靠帶往現場 而稍早根據檢中時報曝光畫面 晚安小雞及阿鬧在記者會中對著檢國警方下跪懇求原諒 期望檢國政府能再給他們一次機會 那我對於這個變造的視頻全部都是我個人變造 非常抱歉 身長晚安小雞、陳真川及祖先在這邊向檢國在的身長跟你說聲聲抱歉 我抱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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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媒體所說的有詐騙、綁架、販毒的行為 那我對於這件事情非常的後悔 希望柬埔寨政府再給我一次機會 個人儒相關